Hello, 聖誕快樂! 大家好, 我是呂王 今天會和大家講情緒層面 和大家分享這個個案, 其實之前也有講過 是一個19歲的年輕女兒和媽媽一起過來 我和她們聊的過程中, 得出了很有趣的事實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個情緒層面怎樣影響自己的健康 當然大家都理解到, 其實生氣的血壓會高 經常擔心的話, 壓力會令自己身體的免疫功能受創 和影響到睡眠週期等等 但在這個情況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我們說可能平時看醫生會忽略這一點 那這是一個怎樣的個案呢 就是那個19歲的女生, 原來在她小時候 大約3、4歲 然後媽媽又懷孕, 準備生弟弟 而那個時候, 妹妹原來不開心 因為本來是獨生女 得到爸爸媽媽的眷顧 所有萬千寵愛在一身, 親愛她 但是突然間多了個弟弟出來 然後3、4歲的時候 她很難理解為何會多人出來和我爭父媽媽 因為爸爸媽媽對子女來說 是整個世界整個宇宙來的 她突然間覺得, 屬於自己的東西沒有了 突然間, 在一個自己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多了個弟弟, 然後弟弟搶了爸爸媽媽的愛 那這個時候呢, 她突然之間病 大病又發燒, 連續發了幾天都是高燒 爸爸媽媽的注意力馬上回來了 然後她那時候覺得很開心 她覺得, 原來我生病 爸爸媽媽就會愛我、疼我 然後給我一些注意力, 所有的attention undivided的, 即是完全沒有分享給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全部可以給我 從此之後呢, 妹妹就經常病了 直到今年19歲 在說的時候呢, 我跟她們解釋 我說其實, 你的潛意識呢 把這東西定性了為一個reward機制 一個掌賞的制度 即是說, 當你需要這東西的時候 你需要令到你自己感覺良好的時候 你就會啟動這個機制 即是說, 我需要關心, 我需要愛的時候 我就生病 那是不是你有意識去主導這東西 我假裝生病呢? 並不是 而是你的身體 在她需要得到愛與關心的時候 而在她的經驗當中 最能夠得到, 而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透過生病 那所以, 妹妹從那時候開始 大毛病小毛病不斷 這就等於人, 大家都聽過 例如做運動會上癮 做一些令到你會有快感的東西 例如玩一些高藝活動 賭博 喝酒 吸毒品 包括性愛 都可以令人上癮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她在你的腦裡 會產生一種 例如安多芬的分泌 那這種分泌會令到你感覺得良好 令到你很開心 那當你情緒低落的時候 你會想像, 你會想回這個感覺 你想重拾這個感覺 那所以很多時候 這件事就慢慢 令到人不自覺地上癮 那我剛才說的一個個案 它並不是想自己上癮 而是身體啟動了一個機制 那所以會透過一種 我們叫做下意識的催眠 透過affirmation 去跟身體說 或者其實 你可以不需要生病 都能得到關愛 下一集再見